大前田在巨像南尼尔格的手下几经生死 方才又惨遭一击重击 集欧直指碎峰 反正大前田是活不成了 碎峰担心也无用 两人也是时候绝对胜负了 碎峰却表示 自己从来就没有担心 很不巧对部下他从未有过那种感情 并且自己的部下可没这么容易丧 大前田拍着自己胸腹表示 他从小身体就很强壮 果然有钱人和穷鬼的成长过程也大不相同 尼尔格的橡皮再次开始挥击 大前田五行头在手势丝毫不拒 流星锤组成了密布透风的防御网 两人一时间却也分不出个胜负 得意洋洋的大前田再次留意起队长处的战狂 碎峰竟被踹至墙边 极欧的两节虎牙将碎峰钉在了墙上 这一下关心则乱 大前田自己也被尼尔格抓住脚快 威猛有力的橡皮一手 大前田便被当作千球砸向周遭楼梅 这一下情势逆转 碎峰被钉在墙上眼看就要命丧黄泉 大前田同样被橡皮束缚不得自由 即便自己想要去帮助队长 若是不先想办法对付这家伙的话 就要被从背后攻击了 尼尔格邪笑出声 掌心有点点幽蓝色的虚闪凝结 与此同时像笔猛的一拉 大前田便不受控制地被拽走 若是在这种极近距离被击中 想必是死无权势了 另一边吉欧告诉瓮中之鳖的碎峰 自己已经上报了明慧 但却没空问死神叫什么 这可真是意想不到 大前田竟然及时赶到就下了碎峰 不仅如此他双臂静止挥下将吉欧搂在怀中 他告诉吉欧 尼尔格那只蠢像 被自己顺势利用对方的力量是借力打力 这一来二去不但自己脱壳 还反利用这股力量出其不意地来到了现在的位置 讲解完毕后他志得意满地告诉碎峰 自己已经抓住敌人了 趁着这功夫尽快脱身了 成功还了人情后 碎峰告诉大前田 他只是想见识一下破面归刃的力量吧 这是为了接下来与时刃的战斗做主 没有过多苛责 反正已经摸清对方的底线 大前田听闻对方讲的自己好像多管闲事一样 随即开始猛男撒娇 碎峰险些被敌所伤 大前田及时救场 事后碎峰却反手将大前田赶到一旁 他告诉自家副队 这就是隐秘激动的作法 大前田一改嬉戏神色 他知道自己的对手尼尔格现在可还没有死去 碎峰要自己快去解决好敌人的事情 大前田哪还能不知碎峰的认可 地下的巨像兵听到这话当即生气起来乱打一头 好巧不巧让大前田无法鲁莽接近 在被自己万般看不上的傻胖子欺负这事情上 尼尔格绝不能原谅大前田 相笔砸在大前田身后寸齿空间 将逃跑的男人击倒在地 尼尔格硕大的身形猛扑向前 这是他要给敌人的难看落幕 谁知相笔就要夺取敌人性命的一瞬间 大前田竟消失不见踪影 尼尔格在漫天烟幕中找寻起对方方位 空中突然传来一道话语声 真是不好意思 自己已然知晓碎峰所说的多层含义 不光是同伴被打倒时 即便是自己陷入危机 也要将其转变为大好时机 尼尔格骇然 难道对方是特意装作被打倒吗 大前田凌厉暴增 强势可不得流星锤五行头 静止朝着尼尔格的头颅打去 另一边 吉欧从废墟中缓缓现身 他怒不可遏 碎峰要让吉欧见识一下 对方口中就那点水准的隐秘激动的战法 也即是真正的暗杀 吉欧文言更是怒发冲冠 说什么让自己见识下真正的暗杀 哼这可真有意思 这时碎峰却画风一准 他要收回刚才说过的话 因为就凭吉欧的水准 说不定根本看不到过程 吉欧右手直指苍穹 整个人像是一轮红月 这等骇人的灵力程度让大前田惊讶不如 自己才要让碎峰见识下真正的力量 如今的剑持不断的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碎峰一早便告诉了对方 雀风的能力名为二击必杀 但想必吉欧只能感觉到其中一击 吉欧绞尽脑汁地回忆起碎峰出手的一瞬间 不多时吉欧右胸亮起了风文华 前后两枚印记交相辉音 吉欧回望于风中窥然不动的碎峰 身上灵子开始不可遏制地消散于天空 大前田像个顽皮的孩童 一边为碎峰获胜而兴奋 同时很是不解 雀风就算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攻击两次 难道也会生效吗 碎峰竟从胸腔跟被鼓 往那家伙又飞地同一处攻击了两次 随着一只厚实的大爪踏出 密不透风的幽兰凌压犹如狂风骤起 拜勒岗曾扬言要走过由敌人鲜血浇灌的道路 碎峰知道压轴好戏要上场吗 小白是希望乱局能够心无旁骛地作战 这次的敌人可不是一语之辈 乱局知道东师郎所说的凡心事准确说来是凡心人 他已做出了决定 赫利贝尔的三名从属关键两人悠哉地闯入闲台 恼火至极 一时间被轻视被嘲弄等等令人不快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时赫利贝尔陈寅出生 万万不可大意 这话别无他意 他要部下们一开始便使出全力击溃小白等人 三人一应下 乱局身上褐色绣发与淡粉绸带随风舞动 敌人一共四人几方人数上并不占优 既然如此 见状贺姐的部下赶忙上前 企图阻止敌人的无理行为 贺姐缓缓抬起右手 其食指缓缓勾在三连圆环之上 接连两声翠醒 斩破刀缓缓突撬 小白适时举起手中斩破刀 示意自己已是做好了准备 这等场景看在一旁的部下眼中可是大大的不识 护主心切的阿帕奇又遇上些 这一次他却被黑皮大波浪姐姐米拉罗兹叫住 阿帕奇不解为何 难道要眼看着赫利贝尔大人被那小弟梦伤吗 十番对日番鼓东侍郎与松本乱举 此时对上了贺姐与他的三名从属官 为了能让小白安心的与敌将战斗 松本决定以一己之力拖住对方三人 这等大话听在同为女子的三人耳中 那个是炸锅 乱局还不忘嘲讽 米拉罗兹伸手拦下同伴阿帕奇 对方这么明显的挑衅怎能轻易中解 这下便只有一旁的孙孙没有自乱阵脚 甚至还反过来讥笑两人本就低能 被挑衅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俗话说的好三个女人一台戏 确实不无道理 乱局看着眼前三名女子叽叽喳喳 拽头发掐脖子的内斗行为 并没有大意 不过三人不再上前打扰队长的战斗 自己就达到了目的 乱局将左掌放到右手掌背 三名女子表面毫不在意心里却不敢怠慢 多对一的话先包围对手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像对方那样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就表示敌人已经失去了三对一的优势 这时一旁的孙孙却绊倒了毛手毛脚的阿帕奇 女子无意间撞到了围栏之上 孙孙轻声说道 我要随便触碰来历不明的东西 只见阿帕奇左手小臂处泛起灰烟 乱局敏锐地察觉到后 握住灰猫的手掌突然举过头顶 随即凌空一展 阿帕奇左臂登十三道血痕出现 将刀身化为杀力 而尘埃降下的地方 只要刀柄一挥就能将其展现 若是真如乱局口中所说 对面三人当真是无处可逃 随着乱局掐指成绝 灰猫包围的空间迅速被挤压 无法计量的细小颗粒窜天而起 在乱局的操控下 竟呈肆虐龙卷之姿态 乱局继续说道 这团高速旋转的灰尘 会将触碰到他的人斩的血肉魔 尽管身陷灵与三名丛鼠官 却毫无巨色 随着乱局右手一挥而出 法随身动 前方高速旋转的灰猫 会将触碰到他的人斩的血肉魔 克解的三名丛鼠官 几乎与同一时间到处天真二组 一时间三人纷纷开始凝聚虚闪 不同颜色的虚闪于同一时间清潮而出 派人的能量驻在天际不断变换颜色 三人嘲讽起乱局 难道以为凭那种东西就能干掉几人吗 灰猫的特性以为敌人之血 再想象先前一般伤到同气连之的三名敌人 可并非一时 饶是灰猫这等适合于混战的武器 使用之人也累得疲惫不堪 然而此时的灰猫却难以阻拦下敌人的进攻 米拉罗兹从灰猫中脱壳而出 手中宝剑直刺乱局 乱局赶忙召唤无形之刃交叉党于身前 幸而这种程度的攻击灰猫还是可以防御中 正想寻找克迪之法突然间 赫利贝尔手下的三姐妹着实难以对付 东侍郎清楚地感受到 二番对碎风那边终于是解决掉了对手 但自家副队松本却已经陷入了狂战 克姐看出了东侍郎的心思 想是在担心其不响 然而要和自己战斗的话 可是要集中精神 另一边阿帕奇百无聊赖的抓尔毛赛 说什么三对一 依他看从一开始就根本应付不了 乱局立刻顺身消失于原地 谁知阿帕奇却仍捕捉到了自己的身形 道飞的乱局立刻调整身形 阿帕奇头也不回的一记虚弹档太灰猫